117. 信報財經新聞,悉心調控萬牛持續 2015年7月22日胡港財信通B.07胡港通實錄 譚曉涵在中國證監會懲清舊市資金並未退場後 內地投資者信心回復,超跌股份持續反彈 烏心A. 股作天象停板股份更300隻 指數亦繼續平穩上升 上證中指收報4017點,升0.64% 深圳城指收報13315點,亦升0.86% 其中收費公路條例修改以及135概念 成為市場炒作易點 中央救市資金持續透過調節重磅股的方法 令A.股保持溫和上漲的局面 作天內地股市回復平穩 金融及石油、石化等重磅股質大多下跌 但地幅不大 在官方的悉心調控下 相信內地股市可保持慢牛的交局 緊頂135概念過去一週 官方雖然發放了不少利好消息而刺激股市 但信心薄弱的投資者卻不為所動 不過,情況似乎有所改善 利好政策終於成功推動股價 出口則再次發揮效用 真金白銀的股市可望逐漸膽出 近期內地最重要的政策莫過於135規劃的制定 由2016至2020年的五年間 中國經濟將出現那些新方向 不但為企業帶來新發展機遇 亦為股市帶來新炒作主題 近日,國家主席習近平便為135發展提出 十大工作重點 包括保持經濟增長、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優化產業結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農業現代化、體制機制改革、區域協調發展 生態建設、民生及扶貧 從以上的工作重點看來 科技、環保、工業、農業等行業 可望在135期間繼續得到政策支持 相關股份的發展前景值得憧憬 尤其是此前已提出的中國製造2025計劃 相信會在135期間加快發展 新來刺激公勞股爆上昨天 另一個引來市場熱炒的消息 還有收費公勞條例修改 此因此前一段時間 內地網上輿論一直批評高速公勞收費貴 迫使官方把部分公勞減費 並在假期日實行免費 上市高速公勞股盈利亦受影響 正當大家以為公勞股前景暗淡 合約期滿後或無法再經營相關公勞時 交通運輸部卻公布收費公勞管理條例 提出在常寨期 經營期結束後 重新核定收費標準 實行養護管理收費 以直高速公勞將長期收費 不會如大眾期望搬在合約界滿後終止收費 受有關消息刺激 高速公勞板塊昨天大將 楚天高速60.035 深高速60.0548 吉林高速60.1518 中原高速60.020 及四川乘愈60.1107 等軍帳停板 其實 過去數年以來 地方政府大舉借債 令地方財政面對沉重壓力 普遍稅收根本不足以應付日常開支 所以對於公路這隻可以生金蛋的無計 政府不可能輕易放過 長期收費也理所當然 外資從駐三板塊可後利好不同行業的政策 近期持續出台 企業股價回升的理由實足 只待投資信心慢慢回復 不過 當前除了要推動內地投資者信心回暖之外 海外投資者的信心也要兼顧 人民銀行最新數據顯示 境外人士包括機構及個人六月份股票資產大幅減少673.76億元 月美如瓦礦月降幅近百分之十 近日 中央對股市的干預引起海外機構投資者猛力批評 互股通亦增連續多日出現正賣出的情況 要令海外投資者陸續回流 官方有必要推動市場穩定及自由發展 相比大幅波動的股市 外資對中國實業投資信心較強 尤其迎合中國企業升級轉型的發展 高技術外資在內地投資增長信猛 今年上半年 實際使用外資金額4205.2億元人民幣 額年增長8.3% 其中 通訊系統設備製造 化學藥品製製製造 電子器件製造等高技術製造業 實際使用外資按年分別增長231.6% 71.9%及23.6% 外資投資量大增 足以反映此三大領域市場空間巨大 相關股份同樣值得注意 譚曉涵號湖港財信通號湖港通實綠色心調控萬牛持續 位置 位置 同樣數字 位置 位置